泰国白龙王说 一个人的失败 99%败在这件事 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每天让自己看一遍 直到一切慢慢改变 白龙王为泰国潮州人 有个中文名字叫周青南 白龙王身世来历 有很多个传说 周青南在香港拥有众多信徒 在很早之前 他就有着泰国活神仙白龙王的称号 他形式独特 一般接见参访的信众和弟子时 都不超过五分钟 不管你是普通民众 还是巨星文人 他都一视同仁 就连影坛天王、刘德华、梁朝威等人也一样 今天我们来听听泰国的传奇人物 白龙王给信众的告诫 一个人的失败 99%败在脾气 人只要脾气好 凡事就会好 很多人来到我这里都问我 我的事业好不好 家庭好不好 孩子好不好 姻缘好不好 我只是回答一句 你的脾气好不好 人的一生都在学做人 学习做人是一辈子的事 没有办法毕业的 人生不管是事农工商 各种人等 只要学习就有进步 白龙王告诫 人只要脾气好 凡事就会好 另外白龙王还说 在外拜神求平安 回家去和父母点嘴 这要怎样得到平安呢 父母才是真神 对父母比对神要好一点 那么一切便顺顺利利 白龙王又说 心好有好日 读书读得高虽然好 但是脾气高就很不好 神不会骗人 只有人骗神 死人不会骂人 只有人骂死人 无论是什么人 坏人好人 有钱人穷人 只要来到这里 都要排队 拜神不要迷信 好树生好火 家中夫妻和谐 孩子才会学习 去迁就人家 学习是重要的课题 第一 学习认错 人常常不肯认错 凡事都说是别人的错 认为自己才是对的 其实不认错就是一个错 认错的对象 可以是父母 朋友 社会大众 上帝 甚至像儿女 或是对我不好的人 认错 认错 自己不但不会少了什么 反而显得你有度量 学习认错是美好的 是一个大修行 第二 学习柔和 人的牙齿是硬的 舌头是软的 到了人生的最后 牙齿都掉光了 舌头却不会掉 所以要柔软 人生才能长久 硬 反而吃亏 心地柔软了 是修行最大的进步 一般形容执着的人说 你的心 你的性格很冷 很硬 像钢铁一样 如果我们像 长门说的 调习 调身 调心 慢慢调服 像野马 像猴子的 这颗心 令他柔软 人生才能活得 更快乐 更长久 第三 学习生忍 这世间就是忍一口气 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忍 万丈都能消除 忍 就是会处理会化解 用智慧能力 让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有了忍 可以认清世间的好坏 善恶 是非 第四 学习沟通 缺乏沟通 会产生是非 争执与误会 最重要的 就是沟通 相互了解 相互体谅 相互帮助 大家都是龙兄虎弟 互相争执不沟通 怎么能和平呢 第五 学习放下 人生像一只皮箱 需要用的时候提起 不用的时候 就把它放下 应该放下的时候 却不放下 就像拖着沉重的心理 无法自在 人生的岁月有限 认错 尊重 包容 才能让人接受 放下 才自在 第六 学习感动 看到人家得好处 要欢喜 看到好人好事 要能感动 感动 是一个爱心 菩萨心 菩提心 在几十年的岁月里 有许多事情 语言感动了我们 所以我们也要很努力地 想办法让别人感动 第七 学习生存 为了生存 要维护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不但对自己有利 也让朋友 家人 放心 所以也是孝亲的行为 总结就是 要决定前途好不好 事事好不好 最重要的是 要有好脾气 不要迷信 要尊敬父母 比尊敬神 更多 每天晚上睡觉前 问问自己 今天我发脾气了吗 情绪影响着一天的心情 心情影响着整天的运势 所以每天要对自己 微笑